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今天呢請到了三位實況界的朋友們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Tommy 你好我是月希 我是葵皮達 我上次有來偷懈天菜的家 天菜 非常的精彩 好啦今天請到這三位呢 我們要來聊一下有關感情的話題 那找對人啦各位 我已經快要可以戳火球了 這樣嗎 我們今天要來聊一下各位的愛情觀 愛跟性是可以分開的嗎 愛跟性本來是在一起的嗎 本來就是分開的 你說一定要有愛才能有性這樣子 所以普羅啊 大眾的價值觀應該都是覺得 他們應該要在一起的是不是 我覺得很多人應該都是覺得 應該說他們覺得要分開 但是他們講都會講說要在一起 可是因為我個人有潔癖 如果你今天碰到一個人 然後你跟他附手的話 他的肌肌很可怕怎麼辦 他可以戴保鮮膜啊 他可以戴保鮮啊 所以你要試試 你要用手上去摸一下 你摸一些顆粒之內 是不是很尷尬嗎 可是如果有潔癖的人 好像會這樣子 那你覺得是可以分開的 我覺得不應該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分開的 我覺得是他如果可以在一起的話 那就是最完美的狀態 但是大部分時間應該是分開的 我的意思是陌生人 我自己覺得人生只有一次 所有的慢跑鞋 我們有的穿就肯定要穿 然後你最後你才會知道 你自己要什麼東西 才會知道哪一雙鞋適合你 你好可怕 你說出這句話 但是你一年365天都穿好 你看我圈倒這樣的概念 但我自己是一個專情的人 好可怕 那月馨呢 我覺得沒什麼好不分開的耶 不得不說應該有滿多的案例 是他最後的那個癥結點 都是他們可能穿四不合 然後這樣 很多 對啊很多吧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超米咧 我是能看多看啊 這個鞋底還沒破之前 我都盡量走 我都盡量穿 那我可能因為有潔癖的關係不行 但如果沒有潔癖的話可能 能穿就穿耶 小時候老師都有教啊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禮路 不是那下一句不是 不如其萬批吧嗎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有個經驗 他就是可能在夜店日是一個人 結果他沒料到就是身體是沒有反應的 所以就很疼痛 但是那個男生也很帥 就他自己以為是可以的 但是去試了才知道原來自己是不行的 這沒有愛的關係 他就沒有反應這樣 就好像不認識這個人 就無法 可能還是需要一點鋪陳跟 要認識彼此的全部 心理跟身體都是 可能是 不知道觀眾是怎麼想啊 如果你們有任何經驗 或想要發任何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知道 欸搞不好他們沒得了耶 他們就沒經驗 你們幹嘛 完全 也不會 我跟你講 我周遭其實也有很多人 就是一直都沒有經驗 但他有一天覺得他不能這樣 一直沒有經驗 可是他是一個女生 他很有經驗 然後要找經驗 他沒有介紹給我 我自己是一個專情的人 他就是一個很文靜的那種女生 然後他就到了20初頭歲的時候 他就開始去找鞋穿 一穿襪直接變成開那個摩曼頓 所以那些沒得了的人 可能他只是黑光還沒有打開 就還沒打開 欸你有那種做特殊職業的朋友嗎 還是你本身就會說 我自己現在的實驗已經算是最特殊的了 未來我還希望更特殊一點 我自己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就是他是可以到人家家裡幫人家下廚 可是現在要做品 那會不會說下面給你吃嗎 也沒有 但如果你要求的話 他會實際的下面給你吃 你說每次去都要一點點 那會幹嘛嗎 好像規定不行幹嘛 但如果你真的私底下有不達錢要幹嘛 難怪人家都跟我說靠手壞 就是你可能要跟他聊的愛心 話數啊或是黑亮的感情 然後他不能一開始就明目張膽的說 我就是來下面給你吃的 所以他一開始是去下廚幫他做一頓晚餐 就算會聊一下 如果你們進一步進展的話 那大家自由把揮 我有一個 我有聽過一個 他的職業是在飛機上的一個人物 你這樣講 你想要在飛機上的一個人物 反正就是我曾經聽過一個 他是專門去視訊攪給人家看的 你說找一個鏡頭然後這樣子 然後想要拍很多的pose 一次照片可能就50美這樣 這個很特別吧 有很多那個煉竹癖的人 然後最喜歡看的是那種就是 腳趾頭有特別的顏色啊 就是有擦脂甲油 我有浴親還什麼 蛤 可是我的腳有點破耶 你有要走這個嗎 沒事要買腳可能不會給你買 可能會給他菜買 對… 那Tommy有嗎 我覺得你們講的都有點太特殊了 我的就是很土味的那種 住在豆干醋裡面那種啊 什麼是豆干醋啊 那個方式就是一間一間 你就會進去 一樣會有Menu 只是你看到的是實體 然後你就可以點一個 然後進去吃 吃完出來這樣 欸那個吃菜時間很短嘛對不對 15分鐘怎麼吃完這樣 但是厲害囉 都有 短至10分鐘長至一個小時 所以一個小時可能會再加前菜啊 湯品甜點 然後10分鐘基本上泡麵 就直接開始吃完結束 快餐快餐 其實呢上次啊 我們跟月薪他們拍的時候 我就說欸其實你們這個團體加我的話 我們很適合做prack 就是要逗人家 他們要逗誰 是要逗你是不是 就是你房門打開 嗨我在這 然後在那邊跳舞這樣 我應該會哭吧 反正上次我就是有整人嘛 有關於我們的swag的影片 所以你們知道swag這個東西嗎 嗯… 需要一點介紹 你在裝什麼B啊 我之前有去搜尋過 我一搜尋出來 然後就 喔呦 喔東西 它是一個網站喔 我是用電腦搜尋的 對然後呢 你看到了什麼 沒有那個它上面有很多本土 充滿夢想的男女孩們 散發自己的能量出來給大家 好立志 是這樣沒錯吧 之後就有網友問我 其實當下真的是 女生是有感覺或怎麼樣嗎 因為這樣子其實也蠻特殊的耶 就是有時候別人在旁邊 是不是會覺得不舒服 不是我沒有試過啊 就是因為你感覺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可能要享受在裡面 可是有一個人就 一直這樣子 就這樣一直拿那個CAM 所以它也不是拍你的臉喔 它還這樣好像拍 不知道為什麼那樣子感覺 就有機會 不是先不要拍我 它在舒服你 所以大家問我說 那女生會不會有就是很尷尬 他們就是跟我說他們不會 他們就覺得是在拍影片 就像譬如說YouTuber 我們是自己create一個東西出來 他們拍影片也是自己 要去想一個主題 然後自己去拍這樣 他們也是創造很多東西耶 物理的部分 對 好啦那現在我要把我的手機拿出來了 然後給大家看 好 好 很特別 而且這個標題都很舒服耶 不錯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他這個可以直接結合 結束 而且可以與他聊天 你可以思訊他 所以他本人在這裡是不是 我是可以直接跟拍片的這一個人 對話到的 不是我先問一下 是上面這個人還是下面這個人 我跟他聊這個 應該是上面 不然我聊了半天是下面那個人 怎麼辦 過來他在鬥現 然後你知道現在還可以怎樣 就是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喜歡怎樣的情節 其實這有點像我們拍片的時候會說 如果你們喜歡看我們拍什麼樣的題材 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對 對 你說他的影片你會變成 如果你想要看我做什麼姿勢的話 我記得把這一次給我 用鑽石解鎖喔 好 剛剛大家就是有寫沸騰 你知道嗎 除了就是私訊 可以跟他講說你喜歡怎樣的情節之外 其實有時候你還可以約到真人 真的假的 你們相信可以約到真人嗎 你是說可以直接變成剛剛下面那個人 影片中 電話我上去 幫我拍 所以我們這一集的企劃就是 我們要來約一個真人 然後把你影片放上去 沒有沒有沒有 是接下來的三十幾 然後我要教你用一些指定的招式 我剛剛還有收到一個資訊 就是他除了影片之外 還有未來日子裡面會有直播 喔 直播派對 我們現在來稍微聊一下 是你們覺得這個 新興產業 新興產業 你們是怎麼樣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直播應該很珍貴 像我們打遊戲可以打八個小時 這直播可能沒辦法八個小時 你說兩個小時緊繃 然後還要安心結尼 對 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以往我們看到的可能比較少 非常極少數是跟我們同一個語氣的 大部分聽到的可能是日文 或是講英文的 喔 他的意思是說現在有國產了 你會認為這種影片 或者是像日本的AV這個東西 其實是好的東西 我覺得它是一個蠻健康的產業 是需要這樣的東西 因為每個人都有正常的生理需求 或是什麼的 總比做件飯科好 不是 理論那錢能解決的問題 沒什麼理由要搞到坐牢 不用做這種事嗎 那樂器平常女生的話 你會看這種東西嗎 我不會看耶 我很多朋友很愛看 誰嗎 不是我自己是會看的耶 可是我的主角也是在女生身上 所以你看是自己看 要不然咧 因為通常我的理解裡面 有女生有看這類型的東西的 大部分是它可能會變成一個 調情的用心 對 會自己 所以你是自己看 那幫他上一個咕咕饅餅 好 這樣小問題讓 因為我自己的大學同學 就是一群女生 他們都會就是學習 他們還有一起去泰國洗泰國運 他們是帶著一個學習的心 所以這樣 所以這樣swag就是你跟你說 你這一招怎麼做怎樣 對 中文公通 也可以跟他 就直接跟他學習高超的技巧 錯 我就有高超的技巧好不好 我之前在美國的時候 我就跟一個stripper 就是脫衣母娘 學了一招 他那招好厲害 用他的嘴唇放在我的胸部上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會有震動器 為什麼會一直震動 我還就問他 我說你可不可以教我 他就說不行 那是他脈衣的結結 但是 我有一天突然 我在家不知道在幹嘛 我就突然就 我想到怎麼震動 有哪種任督的脈 然後你就會了 我會 我不信 你示範一下 你示範一下 你說這樣子 可是因為你那邊越來越大聲 你聽不出來 震動 震動 我是人的眼神動器 Come on 那你想想看看如果在你這個地方 我想要當你脈衣 我怎麼可能讓他在這裡動呢 對不對 你不要亂想像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話題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謝謝今天我們的約希 還有Tommy Crappy 還有我們的頻道 希望以後可以常常跟他們一起合作 你們有什麼東西要說的嗎 追蹤我們的頻道就好了 我們沒有什麼要求 這邊IG YT Twitch FB什麼什麼 就這些都幫我們點一下就好 對 那個戰術 按戰術吧 如果破一萬 天菜就對著鏡頭 然後要有鑽石 要有鑽石好不好 可以喔可以 然後人生出來都來跟我解鎖 獨門絕招就上了 好啦那咱 拜拜 拜拜 我找一個我覺得可以解鎖 好這個解鎖一下吧 你這個有看到什麼 你這個要解鎖什麼啦 沒有可是這個是我的最喜歡的視角 還是你覺得他再看個幾秒 可能會有臉出來 沒有有些人是喜歡看部位的 這個是Perfect Body耶 真的嗎 就只有部位你知道嗎 部位 一定要看到臉吧 對啊一定要看到臉吧 沒關係那沒有差啦 那個臉無所謂的 我覺得都要有吧 好啊 好啊